台塑六庆 于1994年在云林麦了设厂 占地广达2600个公顷 制造石化相关产业 近20年来 住在六庆附近的云林居民 长期被受空气污染影响 多种废弃提高附近居民的离癌率 沿海空气品质恶化 农作和渔货也随之大幅减损 往昔美丽的海岸生态 如今难以回忆 2002年 经济部正式提出投资规模高达6000亿元的 中油石化科技园区投资案 俗称为八清 2006年 长指最后落脚彰化大城的海岸失地 预计填海造入广达4000公顷 将近是六庆的一倍 国光石化开发案将会导致台湾珍贵的多样性物种消失 威胁白海图的生存 2010年迄今 台塑六七場半年內發生三期公安爆炸事件 雲林居民再也壓抑不住悲憤的情緒 衝突也隨之爆發 目前延宕多時的國光石化開發案 已進入到環境影響評估的最後階段 在國家政策的護航下 開發財團極力對政府施壓 遇使還品加速通過 我們還需要更多公益的支持與聲援 請大家勇於挺身而出 要師弟不要工程 要師弟不要工程 我們一定會成功 會成功 去幫忙 請你推薦 你不吃得心 對 感谢观看